美国加州山火震惊世界 这是近一个世纪以来致死人数最高的山火 过火面积已经超过600平方公里 约1.3万栋建筑被毁 以导致74人死亡超过1300人失踪 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前往视察灾情时说 这是个耻辱 当媒体还在争论 这是天灾还是人祸使 特朗普则把原因归咎于薄弱的森林管理 他说和气候变化相比 森林管理才是最重要的原因 他要求当地政府及时补救 否则联邦政府会停止拨款 现状触目惊心 官方通报的消息 从死亡人数9人逐步上升到最近的74人 失踪人数从数十人上升到千余人 自2000年以来 加州出现了12场大规模的火灾 一次比一次大 从天堂到地狱 当地居民举牌抗议 真的是我们的错吗 连续数日的山火 险建政府如何抢险救灾 只有失踪死亡逃离 行程鲜明对比的是 半个月前中国金沙江燕色湖抢险 陆军第77集团军46小时 强行军1000公里迟远 仅用16分钟就完成了首艘曹渡门桥开设 挖掘机随时向燕色湖霸体开始执行任务 无论是金沙江燕色湖抢险 汶川地震时有一句话 一个能出动10万军队救援的国家 一个总理两个小时就赶到灾区的国家 一个因民众争相献血而造成交通堵塞的国家 永远不会被打垮 大部分美国人是从社交网络上 得知天堂镇附近发生火灾 而官方警报却是在80分钟之后才发出 受灾最为严重的是 是已经被移为平地的天堂镇 很多人都没来得及离开火场 近一个世纪以来 致死人数最高的山火 特朗普十天后才姗姗来迟 救援只有数百名警察 国民警卫队 人类学家和验尸官 更让人吃惊的是 烧到这种程度 居然只是加州自己的事 特朗普居然没协调一下全国力量 帮忙救火 帮助国民逃命都做不到 这能叫美国优先吗 真正暴露出的问题是 森林地带建木板房 还美其名曰豪宅 缺乏日常管理 初期预警和应急手段 政府不作为 才蔓延成这么大的灾害 为什么一场山火会难倒整个美国 这才是西方真实模样 社会效率低下 动员能力 一盘散沙 一天到晚喊人权 问问美国总统 问问美国最近 嚣张跋扈的政客 你们的能力 哪里去了 是不是降几天 半旗就能解决问题 号称世界第一的 发达国家 军费是比后面九个国家的总和还多 保护国民就这个水平 这岂止是耻辱